你眼前的这台笔记本 它拥有高达33MHz主频的摩托拉680-30CPU 4MHz的巨大内存 120MHz一万公斤 9.5寸640×480的高清液晶显示屏 3个小时的长途续航 以及仅仅3.1千个的重量 而它的售价只有18868元 当然这是快30年前的事了 哈喽大家好这是波罗汉的游戏的士兵 今天我们来聊聊这台诞生于近30年前的Macintosh PowerBook 这个名字是不是好像有点耳熟 但是却说不出来真的听过的感觉 那我们把中间的部分去掉 没错 PowerBook就是MacBook的前身 苹果的第一代笔记本电脑叫爷爷 这个系列最早诞生于1991年的10月21日 由于代替89年所图书的一点都不便携的 便携世界脑Macintosh Portable 这款PowerBook当时是一共发售了三款不同的机型 PowerBook 100、140以及170 而今天我们要操作的这款是同属于PowerBook 100系列的 但是稍晚些时候 于1994年7月18日发售的PowerBook 150 这台也是当时市面上最便宜的一款PowerBook了 售价在1450到1600美元之间 如果算上通货盆撞 再转换为人民币的话 大概就是八心八剑 18868元 这里先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戴一个像这种吃小龙虾一样的手套 是因为这个经过20多年的时间 它的这个塑料表面已经起了不少的油 擦已经是很难擦干净了 所以没有什么办法 OK我们先来看看它的正上方 有一个彩色的苹果logo 跟一些像这样的防滑纹路 侧面这应该是一个软盘的插口 不知道屏幕前的大家有没有见过软盘 就是在我的小学时期吧 零几年的时候一般电脑都会有一个标配的3.5寸软盘口 它的存储空间为1.44兆 后来随着U盘的出现就被逐渐淘汰了 回到PowerBook 它的这个另一面就是电池仓了 没错 曾经的苹果电脑也是给换点池的 不过我们这台好像打不开了 估计是这个塑料出油给粘住了 而它的这个后方呢有一些IO接口 最右边的这个是电源插口 中间这个方形的叫SCSI接口 在当时呢是可以用来连接一些像 3D包放器扫描一类的东西 应该是类似我们现在的USB接口 然后最左边的这一个呢是8比特的单声道音频输出口 打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9.2层的屏幕 然后它的下面有一个小的扬声器 再看这个键盘说实话 它的这个布局跟现在的Mac其实已经非常接近了 像这是一台这个18款的15寸MacBook Pro 它们在键盘上的主要区别就是PowerBook的ESC键 在空格键的左边 而右边呢又多了一个Enter键 其他地方总体来说区别不大 那么我们插上电源试试能不能开机 在开机的过程中呢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听到它这个内置磁盘运行的声音 一个非常久违的感觉 它的屏幕下方呢有两个滑动条 可以分别调整屏幕的对比度以及亮度 跟现款MacBook Pro的Tosh Bar操作啊 不能说是完全一样 但可能也是毫无相关 说到现款的MacBook 我记得之前看到一个新闻啊 说是苹果有一个新的专利 当笔记本发热时会自动抬高键盘增加通分量 这个设计呢其实在PowerBook上就应用到了 底座是可以像这样升高的 当然我确信当时加入这个设计 肯定不是为了散热 因为这东西总功率也就17W 我的这台呢它右边的这个垫脚啊是碎的 估计是被这个前击乳摔的 回到正面 当时的这款机器呢是没有触摸板的 鼠标实际上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可以滚动的球 估计是参考了当时台式电脑的鼠标设计 不过因为这个屏幕的刷新率啊实在是太低了 当我们移动鼠标稍微快点时 它就从屏幕上消失了 或者像幻影一样看不清 说此之外呢可以看到这个滚轮的上下还有两个按键 按照我们现在的思维呢肯定就是鼠标左右键了呗 诶猜错了 这两个按键的功能实际上完全一致 苹果是直到97年的macOS 8才加入了左右键的支持 而我们这一台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运行的实际上还是7.1.1的版本 然后有这个4兆的内存 速度呢也只有七神S约等于14.286兆核资 另外它这个菜单很神奇啊 你必须鼠标一直按着它才能够打开 如果你一双手的话它就自动关闭了 它的菜单中有像闹钟啊 计算器系列的一些小工具 还有一个解谜游戏啊 我们来看一眼 这个感觉有点像就是滑融道那样 你需要移动这些块 然后最后拼成一个苹果的logo 我感觉没有扫雷好玩 对了我们刚刚还在菜单中看到一个叫做 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 不过现在mac已经改名了 叫System Preferences 系统偏好 我们看一下它里面都有啥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 不过我们来看看这个Sound的声音面板 听一下这个PowerBook的音效怎么样啊 这个感觉跟那种欧美早些年的卡通片 一小一样啊 同时我们这款150呢 因为是盖板是没有内置麦克风的 所以这里的这个Add按钮呢 是灰的 没有办法自己录制内容 其他的地方呢 这个控制面板就没有什么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了 我们看看桌面上它有一个这个Word 6.0.1 我们来看一看 1983的1995 我这个打开的是真挺慢的 我们试试一个键盘的手感 就是我打字到它显示 可以感觉有一个就是几毫秒的延迟 键盘的手感呢出乎预料的还不错 怎么形容呢 虽然它是一种薄膜键盘 但是键程非常的深 记得刚刚在桌面上看到一些文件夹 我估计就是这个之前的机主啊 二十多年前留下的 我们看看有什么有意思的内容 像一些感觉有个人信息的 我们就不打开了 找一些不管你要的 这个第一个 好像是一个这种活动聚餐的邀请函 我们看一看 我这个屏幕的相似有点低 所以就基本看不太清 这上都是些什么字 不过没看到这个晚餐 是在95年的11月16号举行 这是一个什么协会的会员 18刀 然后不是会员的话 要掏30刀 整体的邀请函 你别说用这台机器的标准来说 它做的还挺精致的 当然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因为这个屏幕的刷新率跟分辨率都很低 只有640x480 像我们接触多了1080p2k 甚至4k的高刷显示器后啊 再看这个屏幕真的是很难受 不知道二十年后啊 我们再看现在的屏幕 会不会有同样的感觉 另外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它这个屏幕的右上角 可以看到好像是缺了一块 我刚开始以为它只是这个系统 或者壁纸的设计就是这样 但是后来发现 其实这些小块屏幕应该是坏了的 因为你看 当我们把这个鼠标移过去 它也会消失 看 对吧 那么这台笔记本呢 基本就是这些内容了 毕竟是20多年前的东西了嘛 按照现在的眼光来看呢 确实没啥可玩性 想想啊 其实科技的发展还是挺快的 我们从这样一个又笨又重 主屏只有33MHz的大状况 到现在这样动辄是6核8核12核 而主屏甚至能达到5GHz以上的怪物 速度提升了100多倍 只花了不到30年 所以不知道接下来这几十年啊 我们还能见证什么样的发展 OK 那么今天的视频也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当然也别忘了点赞收藏转发 以及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